女婴躺在床上摇摆身体圆圆的大眼睛 看着镜头相当可爱 不过如今却变成这副模样 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厚重绷带 嘴里还插着呼吸管 吉隆这名女婴疑似遭到保姆不当对待 现在还可能变成植物人甚至双眼失明 让家长看了好心疼 打电话跟我说妹妹突然送急着 保姆跟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事发突然家长立刻赶到医院 院方为女婴进行脑部断层扫描 发现右脑有两处出血点 研判可能是遭到外力剧烈摇晃 造成脑出血 第一时间就想到保姆当时说的女婴 在翻身时撞到护栏导致受伤 不过五个月大的女婴力气相当有限 不太可能翻个身就受伤 才会怀疑保姆在说谎 那也都是第一时间就发现小朋友的异常 所以去进行处理 目前医院已经通报疑似发生儿虐事件 家长控诉8月1号把孩子委托给周姓保姆照顾 不到20天活泼的孩子却只能躺在病床上 家属希望是否和警方能够协助 介入调查让事件真相尽快水落石出 三立新闻林俊华红瑞里基隆采访报道